美国升级中美贸易摩擦 双方博弈陷入僵持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著名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保持其一贯的乐观态度 近日 林毅夫在其北大的办公室中 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时表示 中国充分利用国内空间 运用各种政策 2019年实现6%或更高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占全世界的16%了 我们每年还可以对全世界贡献一个百分点的增长 现在全世界的增长无论就是3% 我们每年还可以对全世界增长贡献30% 也就是说每年世界市场扩张了30%在中国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持续 是否会打乱中国发展步伐 林毅夫同样持乐观态度 他说 美方最早加征的500亿美元清单中 大多数商品并非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 其中一些商品甚至还未在中国国内生产 他从一开始他主要的就是想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 那么尤其像法伟这个事 还有原来的中心的事 现在法伟的事 那是可以讲说巷装五件意在配工 甚至可以讲说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他实际上他就是想阻碍中国的技术经济进步 产业技进一步申请 林毅夫称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越来越高 卧榻之盼 其容他人酣睡 美国在短时间内频繁采取措施就是这种心理 他表示 发展是中国的权利 除美国外 中国还有其他的技术来源 任正辉先生他讲得非常的好 有一部分我们可以自主创新 那么也必要 但是如果有国际上可以提供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重复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 两种资源 那我想我们现在靠我们自己做了 无非多花点力量 无非多等一段时间 但我相信我们取得突破完全有可能 反观美国 林毅夫说 研究机构认为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增速的影响为0.3个百分点 低于中国 但美国年均经济增速不到3% 下降0.3个百分点 其增长率就要损失一成 如美方限制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和向中国企业卖产品 美国企业的受害程度将不亚于中国企业 我想美国企业是受害者 美国那些大企业很清楚的 他失掉了中国市场 他就失掉了在世界上 作为财富500强公司的这个地位 那么其实呢 我觉得美国公司它的受害程度 对于中美重启经贸磋商的前景 林毅夫表示 中国希望双方达成协议 恢复正常的经贸交往 谈判的门是打开的 但中方提出的三个核心关切是谈判的底线 我们是诚恳的 我们是希望双方能够达到协议 然后恢复正常的经贸交往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这是我们的追求 谈判的门随时都打开的 但是呢 这三个基本的方面 当然有我们的底线